呃,讨厌 啊,我家人嘛 我觉得我是一个脑子特别不好使的人 我电脑充电器不知道放哪儿了 哎呀,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个傻子 我刚刚一直在找电脑充电器 结果他就在电脑后面 啊,我是个傻子吧 笑死 我人傻了,我刚一直在找 我就说怎么找不到呢 怎么会不在呢 哎呀,没让你养我 角度换了,我帮了个桌子 今天,今天干什么 今天,今天一个玩 一个快乐直播 我今天一个吃东西的直播吧 晚上几点公演,好像是八点吧 还是八点 吃一个八宝粥 你们在干嘛呢 你们在干嘛呢 没有在上班吗 甜甜甜的真的让心情变得很好呢 下午好 一天三播 是的,晚上可能还有两播吧 公演一播,回房间再播一下 不愧是我 不愧是我 营运小天才 我要吃一根 火腿肠 还有牙蒸好 这只狗 它已经开始越越欲吃了 没吃的没吃的没你吃的 嗨嗨嗨,你好呀 淀粉肠你也喜欢吃 又没肉 全是淀粉 不给你吃 七点钟是不是得去排练了 吃的吧 这又不是肉肠 这是淀粉肠 下午好呀 周一快乐 周一快乐 周一非常快乐 周一 万物复苏的季节 周一 干什么 你叫好像有的吃一样 来来来来来来 嗯 好吃 轻性 性子吗 看我喝粥 这间睡衣好可爱 这不是睡衣了 其实 这是 这间胃衣 不热吗 不热 不热 没有运动 所以说不热 我就穿了这一件衣服 下面也没穿裤子 没有穿裤子 没有穿睡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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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穿裤子 怎么可能真的没穿裤子 那岂不是变态 我才不是变态 今天睡了吗 我睡了 我怎么能不能睡呢 没睡我还这么生浓活活 对吧 睡了 睡了两三小时 这个粥 这个粥是 是公司发的物资 还有泡面 这个活体肠也是公司发的物资 感觉我一直在线 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在线 你也一直在线啊 你也没睡吗 去了 公司很不错 嗯 小慧不睡你也不睡 从小打游戏 不打再也不打 讨厌 游戏 我发现游戏啊就是你经济发育的好 你能打得很快乐 你要是经济发育的不好 就是一个被虐产的状况 总的来说还是得猥琐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我要是打野的话 就是别人打野跟我打野是有区别的 不知道为什么别人打野就是很很很厉害 就是刷刷刷刷刷这个野怪就死掉了 那个刷刷刷刷这个野怪就死掉了 我打野就是 哎哎哎 放技能放技能感觉要打半天 我会打野吗 当然会打野了 我全能 我全能我上单 打野中路 发育度补助我都会 上单 上单 米月 貂蝉露娜 韩信 李白 神策 把你手约 哎我好可爱 我把你手约了 我的米月 你好像很知道一样的 我的米月怎么了 我的米月怎么了 米月反正就是狗 一直吸着就好了 踩雪就放一个衣镜的就好了 谢谢猪大西的奶茶 嗯哼 谢谢你的奶茶 又不是没敢吃过 我现在来的米月可厉害了 不过我现在本命英雄是貂蝉和 和百里守约 谢谢爸爸 你猪 貂蝉啊 他就是一个位移小天才 就是一个开大了残选的时候 咱们就是一个位移上去 然后开大 然后在这 他就会有被动增伤 被动就是 随都会会有伤害可爽了 收割机器 百里守约就是 就是夺草丛里 就参团的时候只要夺草 多远一点的草丛里 就 就可以了 拘不准 我当时玩百里守约我也拘不准 因为我习惯了玩那种 上去揍人家的那种英雄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凯啊什么的 那种手短的英雄 然后玩百里守约的时候 我就习惯性往前冲 马上被打死了 后来我了解到百里守约可能就是需要 阴一点 这么早 吃了 百里守约 只有晚饭吗 最下午茶 这不是中饭吗 这不是中饭 中饭 我画的新头像你们看到了吗 今天早上可能是把消息刷上去了 但是你们要记得是领取哦 我现在都没有开灯 我都是用这个日光照的我的 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开个灯试试 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光线挺好的 试的眼 挺好的 是用这个日光照的 把这个镜头移到这边来试试呢 试试 我觉得这边直播还挺好看的 谢谢抱抱的荧光棒 给你们看一下那边后面就是我的书桌 我 你们还不知道我的房间布局吧 我现在面对的是一面窗 脸过敏好一点了吗 看得出来啊我都无语了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记性真的不好 我昨天不是买了痘痘贴什么的吗 今天早上我就找不到了 刚买就丢 试试试 刚买就丢 我真的是乌鱼的哦 这个脑子又 是不是酒店咬了 我深刻 怀疑是被他咬了 我非常怀疑是被他叼走了 今天做什么题今天不做题 今天晚上我在学习 还在上学吗 是的 我还在上高中 快期末了吧 是啊 要考试啊 最近一直在忙考试的东西 要涂了吗 涂了涂了那肯定是涂了 什么时候可以剧场谈公演 来我给你算一刮 我再给你算一刮 我你好久没有测试的事情 我们来一个 谢谢圣光的十杯奶茶 哇哦 谢谢老板 今天业务开的有点早 每天都可以开业务了 然后想一下啊 嗯 放一个歌 放一点 快乐的歌 好了 什么时候能解封看 看剧场公演 这次你要给我书吗 还是让我自己来测 你测还是我测 这次要是要开业务了 0 6 23 23 7 对呀 今天好好照 平平 以后天天这么早好不好 好 其实也 我可能要复习 就是 追击就在学习 今天 难得请了不下 062337好的 我会把她致 själ了 我可以需要来到两个地方 你来им我,我去鸡腿 我可以马上rá冲 我一定要来到的 我来看一下啊 啊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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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解牌啊 力量逆偽 新必殺 保健騎士就是一個 就是塔羅對呀 CD就是一個 不太可能了 最近這段時間不太可能了 因為我覺得 這個就不由我們決定 還是由上方領導來決定 然後呢我覺得 就是很不穩定吧 力量沒有沒有行動力 又涼涼了 家人們 劇場公演 你想的美 我們那個公司好不容易建 建一個棚 那麼容易就去劇場 不可能我跟你說 對線下不能馬上開 肯定不行 猜到了 線下 好想線下 咱們就是說一個 在舞台上跳公演 最幸福的事情是什麼 還不是因為 你們在下面喊空 I think we'll be ok here 誰還想測塔羅呀 十月份 好沒問題 十月份肯定開了 好 建了棚 對呀 樓下建了棚 好 來吧 你要測什麼 來吧 你要測什麼 你想測什麼呀 這衣服可不那麼大 是的 哎呀 什麼時候男生店裡面吃爆米花 可以 像出福 這時間為一 這時間為一 完成我的願望 可以 是你們那邊還是我 我們這邊 你們那邊是吧 你什麼時候能看電影 吃爆米花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想得這個問題 給我一到七八三個四次吧 我幫你選 沒叫你呢 沒叫你呢 給你拍拍啊 電影院啊 吃爆米花呀 我覺得 既然出了戀人牌 哈哈哈哈 我覺得還要等待一段時間吧 但是我覺得 等段的 等待的時間也不會無聊 你還挺快樂的 倒也不會說是一個 很想去電影院看吃爆 爆米花的狀態 我覺得 就是在等待一段時間吧 等待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能去電影院 吃爆米花呢 但是我覺得就是 這個時間就是 你也沒有很 哎呀我這是什麼鬼 也沒有怎麼樣 就沒有特別想要去 其實 能幫忙測一下熊市什麼時候 結束嗎 什麼意思啊 熊市什麼時候結束 熊市什麼時候結束 太大了 然後我覺得這段時間 躺平吧大家 大家都不要買股票了 躺平吧 就是擺爛一段時間 最近我怎麼啥都研究 那是 那是 不如我跟你說 就是現在買點基金還可以 但是股票這種東西的話 就別買了 特別是這段時間 因為它 就是他 涨幅太大了 就是幾乎太大了 基金會崩 也不會吧 你買一個那種低風險基金去吧 你們就是不要賺很多錢 咱們就是一個存錢的但相當於 就怎么样好像 但起码不会付钱 我觉得没有 我的基金为什么赚钱了呢 我的基金非常稳步 以每个月一块钱的速度赚钱 放进鱼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钱 反正就是我当时好久没看 他就给我赚了20多块钱 原话说什么 真的呀 就我一个初中生嘛 你可以聊 你也可以学会理财哦 就是要学会存钱是很重要的 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存钱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嘛 基本都是月光 就是一个月爸爸妈妈给多少生活费 就用多少钱那种 甚至还会超额的那种 因为小时候嘛 想喜欢买东西 喜欢买鞋子 理财怎么学呀 我是这么学的 我刚开始是这样子的 就是比如说你一个月 我初中高中的时候一个月少说来说就是六七百 六八百块钱 八百块钱 一个月八百 然后那时候吧就是 八百对 八百块钱 然后呢 但是呢我每个月吧就是固定的就是固定的支出就是上学的路费 上学放学的路费是十块钱 就是三十天二十天那就是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是必须花出去的 对吧 六三百块钱是必须没有的 可能就只剩五百块钱了 五百块钱我可能还要吃饭 还好 吃饭 我爸妈是时常吃定算钱给我的 但是我吃饭的话 我就是还是想吃早饭什么的嘛 然后呢 我就一个花三百块钱 我就是一个每天十块钱的配置 剩下的钱我就存着了 然后呢 我要学会了一招 因为八百块钱我想出去玩那肯定不够啊 对不对 是吧 我想出去玩一次 出去玩一次可能跟朋友看个电影 吃个饭 是吧 就两三百没了 然后这时候我学会了一招 爸爸你约好了爸爸 我要出去玩 朋友朋友上次请我吃饭 我这次得被请回去嘛 爸爸 对咱们就是说那我爸就说你零块钱用完了 我说爸爸那个钱我上学又买来吃的 我上学已经吃完了爸爸 这两百块钱嘛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我爸呢就也不好拒绝我吧 然后就再给我发一个红包 然后剩下的钱我就存起来了 就是剩下的钱一个月能存个300吧 300不等 三四百这样子 然后存着存着就是开始从千元户 就变成千元户了 很有用 然后就是有很多应急的东西 比如说你突然想买一个什么东西 你凭我这800块钱零花钱肯定买不了吧 凭我这个800块钱你买不了吧 就是说咱们就是靠这个存款来买 但是我这人挺co的 比如说我存款一千 我只会买几十块钱的东西 存款两千我可以买一两百的东西 存款三千我可以买三四百的东西 可能我倒 我真的挺co的 因为你就很讨厌啊 就比如说你的一千块钱 突然变成了九百多 你不觉得很那个吗 就是就很奇怪吗 就从千元户变成了百元户 大学前都没有花零花钱 我有段时间也没有零花钱 初中的时候 就是初中的时候 爸妈可能觉得就是车费什么都会报销 然后就不会有钱 我当时就去做兼职 咱们做兼职 你知道我做什么兼职吗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小嘛 我才十三岁 十四岁 那肯定不能做童工啊 对吧 到哪时候做不到兼职 对吧 我做什么兼职 我配音兼职 我跟你说啊 真的有那种赚钱的 就那种软件啊 你配一条几块钱 配一条几块钱 就在就躺在家里做兼职 你知道吧 哇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快乐 推给你 分享给你 现在早忘了 初中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是个软件 然后有个姐姐拉我进去的 这是叫啥来着 我去找找吧 因为已经过了数年了 我都忘了 那时候的声音还没有变声 说真的 现在我觉得我有点变声了 那时候声音还没有变声 那些声音就很甜美 但是说真的 现在我这些声音 夹都夹不起来了 跟个大 跟个大吴语 是大伟娘式的 那时候夹中夹 真的 那时候的声音就很甜 然后再夹一下 救命啊 谁听了 谁不迷腹啊 哇 谢谢酒了一天的十杯奶茶 塔罗吗 来吧 三十谁都能夹 真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等我三十四个学校 你再来看看我呗 来吧 你要测什么 你要测什么 你想测什么呀 可以测感情事业 发展生活 发展什么 选择类的 然后要不要做这个选择 随便吧 你得给我个准确的问题 大家测个准的 健康 三个月的健康好不好 三个月的健康 感情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三个月的健康 可以 健康可以 然后你想着你的问题 你想着你的问题 一到七十八给我三个数字 一到七十八给我三个数字 七十八呗 一二三 是 三二一还是一二三呢 一样子吗 一加二加三 啥意思啊 哈哈 又整破了 先一 好的好的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嗯 感觉是心情方面呢 失恋方面呢会影响吧 如果你没有感情的话 就是你考虑一下影响你的东西会不会是那种感情方面的 影响的身体 就是对 或者就是你心情会影响你的身体 但是我觉得你健康方面吧 就是 健康方面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压力太大了 不是感情 我觉得 我觉得你心情 对没有看上去不好 不是 看上去挺不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很少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健康呢 就是随着你的心情变化 就是如果你心情好 那就是没问题 挺好的 就没有什么那个 如果你心情不好 可能会小毛病越来越多 小毛病会越来越多 当然来 哈喽 可以 开车回家 开车就不要看我直播啦 没错 好 对 保持亲情愉悦吧 嗯 然后你可能会有点钻牛角尖的感觉 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很多问题啊 你不要钻牛角尖 你越是沉迷于有一些事情 或者越是那种陷进去的事情 你一定要理智 你一定要马上理智地告诉自己 跳出来 不能影响我心情 姐就是女王 自己帮帮忙 好 呃 醋你都没办法 嗯 就是不要 其实说真的不要太抠细节了 嗯 会让你就是 心 心理和身体都不舒服 我是这么觉得呢 咱们就是一个 随缘吧 看破这世间 咱们一个 就是佛性就好了 现在测还会准吗 嗯 每一天其实测的都可能不一样 因为你每一天做的事情 选择就不一样 因为你每一天做的事情 选择就不一样 真的 每一天都不一样 我骗你们 我可以说 我之前跟个大冤种似的 我之前真的跟大冤种似的 我之前真的跟大冤种似的 我闺蜜 他 谈恋爱 很好 他谈恋爱了 很好 对方这个男的 对方这个男的呢 我还认识 然后呢 这两个跟大渊种的似的 他们每天甜甜蜜蜜 我就说你们 走开一点甜蜜好不好 不要给我发狗脸了 我不当这个大渊种 我不当这个大渊种呢 然后呢 哇 这是什么 新的礼物诶 谢谢烟雨 然后我就说我不当这个大渊种呢 你们走开一点走开一点 不要收到我面前来 然后呢他们偏步 天天在我面前 啊宝宝 啊讨厌 啊我们一起走那边 啊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就是一个大渊种 每天我放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 你们走吧 下次不要再跟我一起回家了 但是没办法 我跟我闺蜜回家的路线 基本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那个男的那对他很好 每天他一样 哇 这是怎么新礼物吗 哇 谢谢 等我讲完这个事情 嘿嘿嘿嘿 然后 谢谢久了一天的水杯奶茶 然后呢 我就是 没办法你知道吗 没办法 咱们每天必须要跟我闺蜜一起回家 因为很近 咱们回家路线基本都是一样的 试一下 好 然后呢那个男的呢 对他也很好 对他也很好 就是一个陪他每天回家的状态 那我就是个大约那种电灯泡 两百 两百瓦的那种电灯泡 有一天他们吵架了 我当时刚研究塔罗 刚研究塔罗 我就说 姐妹 不用担心 咱给你算一罐 我给你算一罐 然后我就给他算了一罐 我发现这个男的啊 哎 这个男的啊 就是说一个 测出来就是有一个三角链的关系 我就说这男的绝对特别 他说男的绝对 你别看他天天脸你 天天跟你待在一起 他绝对有一个暧昧对象 而且那个对象 跟他关系还很好 绝对的 他说不可能啊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他每天跟我们待在一起啊 不可能 不过他当时有个女闺蜜 我说男的有女闺蜜 男女之间就是不可能有淳泳 我就是 因为我当时很想让我闺蜜分手 你知道吗 我在想我闺蜜她谈恋爱 已经冷落我好久了 我就说不可能 人家是个渣男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别分手 你不分手 你就不让我叫姐妹了 你就不相信我 好 然后我闺蜜就说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我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我让塔罗牌告诉你 然后我又撤了一封 然后我撤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闺蜜得去主动揭发 这段感情就是说 才会有挽回的迹象 如果不揭发 这男的就可能跟别人里面跑了 然后我就说 咱们就是说一个冷静 我好坏 我现在对不起我闺蜜 我就跟她说 咱们就是一个不准揭发 咱们就是一个不准去揭发 咱们就是一个看破红尘 不懂 咱们装傻 但是我闺蜜还是去了 还是去了 还是就是去问她 然后就对质 就跟那个女闺蜜去对质 那女的的确喜欢那男的 测出来太准了 那女的 那男的还在装傻 还是说就是朋友 那男的还就是说就是朋友 然后呢 那女的就是说 是啊 我就喜欢她 而是啊 我就喜欢她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讨厌的女的 虽然喜欢没错啊 但是她竟然跟我的闺蜜说 那我就是喜欢她 那男的怎么办 她是我的好朋友啊 谁 我当时我跟你说 我在我闺蜜旁边吃饭的时候 食堂的时候 在中午吃饭 因为那女的也是 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嘛 我当时差点这个饭盆啊 就扣她头上了 我说 嘿呦 Everybody在你头上抱扣 后来 后来那男的来了 那男的就是说 还是占我闺蜜 因为我闺蜜 哭了 我闺蜜哭了 然后那男的就是说 跟那个女闺蜜就是 当场就是说 闹掰了 那就是当场闹掰了 就是说啊 你以后不要来换我 你朋友了 怎么样怎么样 咱们就是说 之后 我闺蜜在找我测感情问题的时候 就是全都是好牌 太阳正围 恋人正围 什么圣杯二正围 全是好牌 你看就是隔了也不久 可能隔了三四天吧 隔了三四天 就测出来的发展就能这么不一样 就是看你的选择 看你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 可能但凡我的闺蜜就是 是一个不主动会说事的人 不主动说事的人 可能就就就没了 就分手了 我真准 这副牌我觉得没有新地准 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那副牌呢 在杭州啊 但是我觉得啊 塔罗牌只能给你一个 那个塔罗牌只能给你一个 大概的方向 其实还是得靠你自己 很多人啊 就是找我测也好 然后呢 我自己看也好 我学了多久 我学了没多久 我学了半年吧 就是你看也好 怎么样也好 可能有些人塔罗牌说 告诉你要主动 但是有些人心里还是会在想 不主动不好吧 就是不相信塔罗牌 然后呢也就不主动 还是得看自己的选择 潜测一下吧 来吧 来吧 来吧宝贝 是又是学习的问题吗 还有人想测感情 来吧 之前有一个宝贝想测感情问题的 酒离天 酒离天 我不热吗 不热 谢谢色皮到这里是飞干川 来 心情眼举手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没错 哈罗牌 哈罗牌 那个酒离天测的是感情321是吧 我先把他的测了啊 大家等等 521 521快乐 哎呀 感情任性 感情任性 好 好 好 哇哇 九六天你在吗 我要给你解牌吧 感情 你是要听委婉的话呢 还是听 可以接受 我的表情笑到我了 笑到你了 不好意思说嘛 这是直接的 直接的就是说 你自己的问题 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对感情 你是想要测桃花呢 还是想测感情发展 你现在没对象吧 你有对象又是另一种解法了 你看看你打一下你的具体是单身了吗 单身的还是有对象的情况呢 感觉不太好 但没有很好 没有不是很好 不太好 也没有吧 有对象怎么说 有对象就是说一个 你们关系好像已经停滞了 没有看扎 就是我觉得你们关系有点 因为什么事情呢 停滞了 就是有点 到了一个节点了 感觉 然后呢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对方的话 怎么说呢 扎呢 你再给我一张牌吧 再给我一张牌吧 我测看看对方对你的感觉吧 一到七十八 也不是一到七十八 再给我一个数字就好了 二十六 好 哎呀 等等啊 我先把这个小狗拿走 他又要摇我的牌了 这次牌不能再被他霍霍了 这次牌可不能再被他霍霍了 霍霍完了 我就没牌了 哦 剑狗王啊 他很严肃吗 他没有情趣吗 他这个人 他对你的感情 不够坚定 我觉得 为什么看出来不够坚定呢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很理性 哎 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太理性了 他是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啊 他感觉 也接不住你的小情绪那种感觉 就是 我觉得他 嗯 如果你有这个对象的话 我觉得对方是不是 有点 get不到你的那个 不是炸的 人家不炸 干嘛 干嘛 我觉得对方如果就是跟你性格不太匹配 但是我觉得他呢 嗯 还是挺优秀的 我觉得他可能就在某 他的领域方面还是挺优秀的 这个人 但是我觉得他太理性了 你会喜欢理性的人吗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理性的人了 理性就是可能 有点无情 如果你要跟他分手的话 我觉得他也很理性 就是你别看他可能如果他是那种表面出来 嗯 宝宝我很爱你呀 宝宝 什么什么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内心不是这样想的 偏 什么星座啊 这样这么这么看的话 有点偏双鱼座 就是 或者天蝎座吧 就是 理性不等于冷战 理性不等于冷战 而是他的内心的那个 就是 本来就在考虑 那就不要 我觉得不不合适 我觉得不太合适 而且我觉得你对他也没有特别喜欢吧 没有很喜欢吧 都出死神了 你在出审判 那就是在观察 你也在观察 然后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可能跟他谈恋爱 因为你感觉像一个人的感觉 就是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 我觉得 这副牌告诉我算是这样 你的天哪 你的天哪 怎么了 你们天哪 你们天哪 摩羯合适吗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我 我是 我是偏摩羯特制的 其实 我是偏摩羯特制的 但是 那个 王秋如是天平 我觉得 不合适的点在于什么 不合适的点在于什么 就是 摩羯 太冷漠了 我能感觉到我太冷漠了 要不是我太阳是水平 那我觉得摩羯不适合天平 因为天平就是个小可爱 就是天平可能更适合射手 当朋友的话 更适合射手 感情方面天平 我觉得更适合 嗯 适合什么呢 双子 白羊 笨蛋 你说的不是朋友 感情是吧 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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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你是不是野渣 我觉得 不会啊 这怎么了 感情这种事情 感情这种设计 哪有这么简单呢 我觉得 双子不可以 双子座 哎呀妈呀 双子座 对 合得来就合 我跟你说 任何 我觉得星座 都是浮云 还是看你喜不喜欢 说真的 可以改变一个人 你要遇到喜欢的人 可以改变你的性格 真的 你只要觉得不舒服 或者觉得我不想改 你 你谁啊 我为什么要改 我就觉得我们不合适 那就是不够喜欢 天平清测 双子不可以 因为双子把天平压制住了 谢谢秀水管的18个银光棒 因为天平本来自己是一个女神的状态 女神男神的状态 觉得自己也很厉害 就是也不是很厉害 就是很优秀 但是双子呢 比天平还要风向 还要那个什么 天平其实跟水平很配 我是这么觉得的 对 你是天平你有这样吗 我觉得天平适合白羊 适合白羊 适合小可爱 小可爱就适合小可爱 就是为什么白羊就是很直接 就是我用什么就是有什么 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 可能天平更需要那样子被肯定吧 就是被白羊的那种天真 天平不扎是不扎 但是严控啊 看感觉吧 看自己喜欢的感觉吧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天平 咱们就是说一个 我就所有星座都不扎 那每个星座都有自己的一套吧 狮子座 狮子座适合水平座 不得不说 狮子座 很适合水平 为什么这么说 啊 不 是水平适合狮子 不是狮子座 适合水平 天蝎等一下 天蝎我好好说 狮子座 我 狮子座 就是水平了 就是你要喜欢的女孩子是 不 应该是水平座 如果 狮子座的人喜欢你的话 那你就会很幸福 那就是会一个把你宠上天的感觉 狮子座 不是一般吗 没有 那不能看那种百度上说的一般 真的就一般 就是水平座啊 我觉得 我研究的就是说 狮子座 大男子主义吗 水平座可能 选择困难恐惧症 但是有狮子座在就是 啊 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白羊座其实也很配 白羊和狮子也很配 谢谢蔚蓝的星空的巧克力 你们有和同性谈过恋爱吗 怎么了 你有啊 选择困难不分心做吧 不是 水平座的 不是选择困难 水平座是 就是 随便 随缘 没有抉择 就是觉得 想吃饭 吃什么呢 不知道 不想 不想 不想吃了 怎么怎么呢 然后适择图就是说 给我吃 吃什么什么 给我安排好 就爹戏 爹戏男友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 双鱼座嘛 还天蝎座 天蝎座 对就很像寻寻前辈 是啊 就寻寻前辈 就是如果 就是他要照顾起你来 就是会很照顾那种 就是 我就会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今天新作专场 每天都可以是新作专场 双鱼座 天蝎座 这我又好好说说了 谢谢酒 今天呢 11个巧克力 云姐也是典型的火象 我说真的 云姐是白羊座 我看不出来 云姐不像白羊座 其实我觉得 云姐就是 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白羊座 一点都不白羊座 因为她 看上去很高冷 就是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看上去很高冷 我就觉得她 像 像什么 星期未来的星空的荧光海 我都觉得她会不会是有一点 就是 有点摩羯特质 摩羯天蝎的特质 或者是那种 真的有点 摩羯天蝎的 然后呢 我就后来 后来 后来我了解了一下 我发现云姐 真的是 就是白羊本羊 傲娇白羊 吃的 很准 来 天蝎双鱼 双鱼啊 那我得好好聊聊了 天蝎我也得好好聊聊 双鱼天蝎 这个星座 都说百分之一百配对 对吧 其实不 其实不 天蝎座要是不喜欢双鱼座 天蝎座会觉得双鱼座特别的左 无理取当 就是那要前提建立在双向奔赴的情况下 那是百分之一百 天蝎是愿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就是那样子 一个就是可以 可以接住自己的小脾气 不然天蝎座其实最讨厌 就最 他们都说为什么最配啊 就是因为天蝎座 其实最讨厌 捉的人了 最讨厌 就是无理取闹 捉 就是一个多愁善感 就是他不会觉得你很可爱 他就是不像就是说我会觉得 我们白羊很可爱 傲娇很可爱 什么双鱼座这样子闹脾气了 我会觉得很可爱 天蝎座不会 天蝎座其实不会的 但是除非他喜欢你 就是天蝎座很难被改变 就是我觉得天蝎座 他很难被改变 他就是 所以说如果一旦把天蝎座 能接受你的无理取闹 能接受你的作 那他真的是爱你 那他真的是爱你 所以说就是 一旦一旦接受了 那就是 无可救药的上瘾 就是离不开你了 然后天蝎座我就喜欢一个人 会阴阳怪气 我就会阴阳怪气 怎么看天蝎座 喜不喜欢你 有没有把你当真的很喜欢的人 有没有把你当就是 真心喜欢 还是玩玩而已 就是 看他阴不阴阳怪气你 如果他一旦就是 很礼貌很客气 很礼貌很客气 那他就是没有把你当真心喜欢的人 然后 但是如果他阴阳你 或者就是说 有点跟处女有点像吧 处女座也是 就是 就是你越 他越怼你 越管你 就跟管事婆似的 就跟妈妈似的 妈妈似的 就一直管你 就是看你哪里不爽不爽的 就是喜欢你 嗯 就是这样 白羊和什么座最配 白羊我可喜欢了呢 白羊水瓶吧 哈哈哈哈 我觉得白羊跟水瓶很配的 双子呢 双子座啊 双子座 我觉得双子座跟射手还挺配的 嗯 双子座跟射手还挺配的 万物皆可水瓶 因为水瓶就是十二星座 那唯一的特殊水瓶座可以 单单单挑出来的那种 因为水瓶座难搞哦 天蝎和狮子怎么样 天蝎和狮子好像是那两个 最不配的星座在一起了 还接着测试吗 可以啊 接着测试 就是天蝎和狮子 它们两个好像是一个脑子 就是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起的那种星座 就是 虐恋 谁都虐恋 就是 真的 双子和摩羯呢 谢谢九里天的十杯奶茶 等等 再聊一会儿天哈 双子和摩羯 我觉得双子和摩羯 怎么说呢 难啊 真的难 天蝎和金牛 哎 我觉得天蝎适合土象星座 其实挺适合土象星座的 就是 但是我觉得天蝎呢 怎么说呢 天蝎又适合火象星座 又适合小可爱 但还是前提是 他喜欢你的前提上 他喜欢你的前提上 他就会喜欢那种 黏着他的 喜欢甜狗 喜欢快乐小狗 就是 姐姐姐姐 哥哥哥哥 然后那种 你叫叫我吗 然后天蝎会表面的就是说 就这个 这样子 其实内心就是 他真可爱 真的 是的 真的 天蝎座就是 他其实 而且他很受虐 其实天蝎座很喜欢被虐的感觉 很喜欢被虐的感觉 就是 没 就是平平淡淡的爱情 就是跟土 天蝎座如果遇到了土象星座 摩羯啊 或者是 那种土象星座 会很难受 因为他觉得太平淡了 你怎么能做到 跟我谈恋爱 或者跟我感情发展 你能这么平淡 没有意思 如果我有遇到什么问题 你竟然冷暴力我 摩羯座 如果天蝎跟摩羯 你竟然冷暴力我 气死了 真的 天蝎能瞬间下头 下头 头下到地上 然后瞬间就是 气死了 哦 记得要死要活的 你知道吗 很讨厌这样子 而天蝎座其实很讨厌 冷暴力 我冷你可以 你冷我 你完了 那我就要加倍冷你 就是天蝎就是这样子的人 然后呢 我加倍冷你了以后呢 其实如果遇到摩羯这种星座 那就完了 这段感情就 没有一个人低头的话 那就完了 因为天蝎座是不怎么可能低头的一个人 摩羯座也是应该 因为一个不会表达 也不会想要去低头的一个星座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天蝎和土象可能不太配 是因为这个 嗯 还有什么星座和什么星座来着 双子和摩羯 双子座和摩羯座 那你要看是男双子还是女双子 女双子和摩羯座还挺适合的 男双子和摩羯座就是 女孩子就要辛苦一点 我觉得 因为摩羯座吧 和双子玩不到一起 可能相濡以沫的感觉比较久 但是玩不到一起 就很难 很难有就是 会两个人就是说 一直很快乐的一起玩 可能新鲜感吧 摩羯座也会有那么几天 就是说很快乐 哈哈哈哈跟你一起玩 我们去那个 我们去那个 我们去这个吧 也会有 但是呢 时间一长就能看清楚了 男双子女摩羯 辛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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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会被管着吧 是吧 因为为什么 双子座其实更适合射手座 是为什么 就是快快乐乐的玩在一起 就是会更适合水瓶座也是 就是玩 咱们就是一个大碗特玩 跟我谈恋爱就是一个开心就行 但是摩羯 怎么说呢 土象星座或者是摩羯 就是第一反应不就是事业心比较重吗 就是严肃 其实 没有那种小情趣 可能刚开始会有 但是时间一久 你就会发现 没有 没有小情趣 没有情趣以后 其实双子会觉得 要不是我喜欢你 我会觉得很无聊 白羊和双子挺配的 我觉得挺配的 天瓶和天瓶 天瓶和天瓶 不能说不配吧 天瓶和天瓶 女女啊 女女来说的话 天瓶和天瓶座 那绝对有一方天瓶 觉得对方很做 就是天瓶和天瓶 我觉得不太适合 是因为太像了 太像了 天瓶和天瓶 太像了 女女 怎么知道 你早就暴露了吗 就是天瓶座 和天瓶座 其实我觉得 真不适合在一起 互相拉扯 互相为了这个脸面 不肯放下一点 就是谁 就感觉谁低头 谁就输了 那种感觉 除非你喜欢他 单恋的话 其实我就单恋 也不行 单恋 天瓶座是不可能 长时间 单向付出的 天瓶座 是绝对不可能 我觉得绝对是不可能 单向 长时间付出的 就是 真的不可能 我觉得天瓶座 很要面子 他会觉得 凭什么 凭什么 你要是真的 没给我一点反应 他会觉得 你好奇怪 他装也给你装了 我跟你说 他也给你装 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 我就不喜欢你 你谁啊 就表面上 必须要表现说 你谁啊 其实心里就是说 他怎么还不装我 好难受这样子 不行 天瓶座不适合 天瓶座可能适合 然后天瓶座和 处女座也不合适 双子 双子和射手吗 双鱼和射手吗 双鱼 那问问双鱼和射手吗 天蝎和天瓶 互相冷呗 天蝎 我真的 我觉得我天蝎 是我研究最多的星座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跟 因为那时候 我们班的所有人 基本都是天蝎座 我闺蜜也是天蝎座 你知道吗 天蝎座真的 我之前跟我闺蜜啊 就是现在好朋友 178的那个超母闺蜜 我们之前 关系一点都不好 我看他不爽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很讨厌的人 然后我跟他 在班里大吵了一架 我跟他在班里 大吵了一架 我就是你别给我装 那种很兴的 你别给我装了 转什么转啊 没见过转姐啊 我才是转姐 我是这个班的第一转姐 你转什么转啊 我就这样 对后来怎么成闺蜜的 我真不知道 慢慢的慢慢的 就从放学一起走 慢慢慢慢的到现在 好 关系好的 我是他唯一的质地 真的 就这么好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天蝎座 我刚才说啥来着 哎妈 又给整梦了 我天蝎座 我要说啥来着 我跟我闺蜜 又不一起睡觉 你在搞笑 你 现在打老虎的行官海 我刚才说啥来着 天蝎座 天蝎座 天蝎座啥来着 天蝎座 天蝎座啥来着 天蝎座是啥呀 我都忘了 救命脑口里 对天蝎座 天蝎座很喜欢被偏爱的感觉 想起来了 天蝎座 适合主动的 天蝎座其实 都说天蝎座 讨厌舔狗 但他讨厌舔狗 是他讨厌自己成为舔狗 他喜欢主动接近他的人 但是这个主动 不是 死皮赖脸 不是一个 狂热的追求者 不是那种 啊 这还没聊几天天 就是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快跟我在一起吧 那种不是 而是吸引他 就是撩他 把他撩心动 天蝎座会自己 就是心动的 喜欢被甜 是的 喜欢甜的 喜欢甜的 天蝎座喜欢甜的 就是 甜就是怎么说 就是 你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不理我呢 但是如果 如果就是改 改鸭子上架似的 那个真的不理他 就是如果有些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怎么这么不理我 你在忙吗 你有那么忙吗 就是一开始 反向阴阳怪气 天蝎座 天蝎座会觉得 你有病吧 我跟你熟啊 不熟的 你有病吧 是吧 来再问我 你谁啊 你算老几啊 这种感觉 但是天蝎座 如果遇到一个 就是说 嗯 嗯 就是绿茶啊 天蝎座 如果遇到绿茶的话 其实那绿茶心态 就是 你姐姐怎么不理我呀 姐姐 嗯 然后他可能回你 就啊 在忙 在工作 那好吧 那我 嗯 等你工作完了 我再来找你吧 就乖巧 乖巧 天蝎座会 爱了 爱了 天蝎座就可能 工作完 就算也不找你的话 如果这个 这个时候 再发音就说 姐姐忙完工作了吗 这样子 天蝎座 更爱了 太爱了 这辈子 没那么爱过一个人 哼 就会这样的感觉 就是喜欢这样子 就是乖巧 谢谢小句话的荧光棒 这是绿茶 我的绿茶 就是说 就是 傻白甜 就是天蝎座会试探 一直在试探 就是他可能 只是抛出一个 就是说 嗯 嗯 抛出一个橄榄枝 就是说 嗯 嗯 我现在工作呢 如果你 等就是 等你工作完 还会来找他 天蝎座就会 就是 确定 哦 那你是对我 真的有意思 而不是在玩玩我 就是群发 不是在钓鱼 天蝎座才会 反向来选择你 天蝎在撩你和追到后 守候 这差别大大 什么差别 那我倒不知道 乖是骑子 巧才是难度 嗯 试探 真的拉扯 拉锯站 嗯 天蝎和射手怎么样 天蝎和射手 其实太阳星座 不能看全部 就是你的月亮星座 和金星星座 还上升星座 才能决定一切 就是像什么 天蝎座 其实跟射手座 我觉得是挺配的 但是如果你的天蝎座 月亮和金星 放在了土象星座 或者是放在了那个 嗯 一些个土象星座 比如说金牛啊 或者什么处女摩羯 那其实不配 如果你的金什么星座 都落在了射手 或者白羊这种 那我就挺配的 还要查星盘 嗯 你可以下载一个软件 叫侧侧 然后你把你的 圣城八字打上去 它就能看出来了 天蝎对闺蜜 比对象好 是的 我闺蜜就是天蝎座 她对我挺好的 就是 我觉得 就像王秋如 其实我个人来说 我不喜欢射手座 我个人来说 我不喜欢射手座 是为什么 不是不喜欢射手座 是不是说射手座不好 是射手座 对我来说 就是因为为什么呢 我就是水瓶 偏摩羯 土象星座 就是我是一个 哈喽我在直播 我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 呃 非常无趣的人 其实我 别看我是水瓶座 其实我是日常生活 是非常无趣的人 就是王秋如呢 就是个典型案例 就是 哎有时候就说 你不爱我了 我会说 我会躺在那里 就是说 啊啊 你说什么都对 啊对对对 这是个很无趣的人 是我犯病的 啊 但是我在犯病 啊不不不 不不不不 就其实如果我是 偏水瓶的 就是白天的时候 偏水瓶那一面 我就会跟他一起疯 我就会跟他 快快乐乐的 两只快乐小狗一起玩 一起疯 就是说 啊我爱你 我最爱你了 但如果我偏晚上 我就偏摩羯了 我就是 啊对对对 你说什么 对对对对 敷衍 真的在敷衍 你知道吗 那你说我呢 啊 那我呢 你是偏射手啊 那你说我 我 那我有的时候 也不说话 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偏 那就是偏天平 就是 我跟王秋如 就是典型的 一个水瓶 要不是我们水瓶 和天平相配啊 我们两个的 摩羯和 射手 可以说 简直就是水火 不相容的状态 怎么看出偏什么 就是测心盘 测你的八字 真的 这就是我们俩典型 真的 就是水瓶 射手和摩羯 就是一个 不行 你要不是天天待在一起 不行 真的会拉扯死 难受死 就是你如果是搞网恋 这一套啊 怎么 微信上聊天 微信上交流啊 但是 但是不行 真不行 咱们就是说一个 对 朋友来说 那个天 那个射手和摩羯啊 很容易吵架 但很容易玩的 就是风是风 火是火 很容易 就是玩的 风是风 火是火 就是 也可以 就是主要看配置了 摩羯座 其实也可以 说走就走 那种 那我好像 我不是很射手吧 你是还好 不是很射手 我觉得我不很射手 嗯 摩羯座 有点忽冷忽热 对 但是射手座 有点看不明白啊 射手座就是 看不明白啊 水瓶跟射手座 玩的蛮好 哦 我说一下 为什么 我个人不喜欢射手座啊 就是 因为 如果当我的朋友 是射手座的话 我不跟射手座交朋友 是因为 嗯 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 嗯 我会觉得 他跟我玩 他会变得无趣 他会变得不开心 因为我真的 我这个人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玩 也不是爱玩 就是 我平常可能躺尸 你知道吗 我就是一个 很无聊的人 我真是个无聊的人 我就是一个 躺着 可能射手座就是说 嗯 啊 宝宝 我们出去 出去干什么吧 我们出去干什么吧 我是个很无趣的人 我会说 不 我会说 我不想出去 所以说 我就觉得 射手座 对于我来说 就是说 我需要一个人 读出一个人的空间 对吧 嗯 我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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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手座的话 就是 对我来说 就是说 不是说 这心做不好 而是我 我接受不到 他的 他的小脾气 或者什么 我会觉得难受 如果跟我做朋友的话 你要跟我这么憋屈的话 那我还是 不要跟你当这个朋友 我会这么想 所以说 我是不太会接触 射手座的人 因为一旦是成为朋友的话 我觉得他会很难受 嗯 但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方式 就是什么 就是每个星座 都有每个星座 不一样的那个 相处方式 像射手座就是 怎么样是最舒服的状态 那就是玩在一起 说走就走的旅行 玩在一起 但是如果像我这种性格的人 就是 或者水象星座的人 或者是什么 就是 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 躺在一张床上 互相刷抖音 可能也不尴尬 想聊几句就聊在一起 聊几句 不聊的话 也就是自己刷自己的 对 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特别大的区别 啊 各有各的好吃的 各有各的好 嗯 处女座 天使品座 天蝎座 金牛座 双鱼座 哇 谢谢队长夫人 永远的灵的蹦迪 柿子座 柿子座控制 太强了 其实柿子座最容易出大男子主义吧 那是真的 但是有些 有些星座可能就喜欢被管了 第一系男友 谢谢小明的荧光海 诶这是新的 新的礼物吗 晚上好呀 两个狮子座 哇 谢谢AK的蹦迪 蹦下可达卡 带前讲一下啊 一双鱼座 对吧 啊我跟你们说 再跟你们讲哈 就是一个 嗯 狮子跟狮子座 那你们 星星小开的荧光海 诶 狮子和狮子座 那必须有一个 先低头 那肯定就是 就两个狮子 就看你们谁先低头了 就看你们谁先低头 小慧是水瓶座吗 是的 我是水瓶座 但是我觉得我偏摩羯一点 打一架分胜负 还真的会 可能就是打一架分胜负 双 就真的不低头 就没法整了 真的 狮子座真的爱面子 真的爱面子 就说真的 可能 甚至可能就是说 故意会气别人 比如说 呃 待在一起啊 一个狮子就可能会 故意的 假装玩得很开心 跟别人 就在你面前玩 啊 你看玩得都开心 就是气 气死 气死别人 真的会故意气他 然后呢 如果就是看你低不低头 就是气 你就激你 但其实对方狮子呢 就是说我就不低头 你再这样子 我真的不低头 我就是不低头 然后呢 但是 但是还是我觉得 嗯 只要一方低头的话 我觉得狮子座不可能 不可能不原谅 两个傲娇碰到一起 真的 不可能不原谅 就是因为狮子座 挺懂狮子座 我觉得狮子座 怎么说呢 就是嗯 你都这样子低头了 那我也会原谅你的 真的 说反话 是的 如果两个狮子 碰到一起 说反话 就算我知道 你在说反话 你也完了 你也 我也就是不原谅你 我就是气 就是生气 就互相气死对方那种 水瓶座啊 你也是水瓶座啊 苦爱酒的荧光海 水瓶座啊 我们水瓶座 有什么有缺点 让我讲 我讲不完啊 我讲不完啊 就大命了 没有缺点 有缺点 有缺点 缺点是有的 缺点就是 我觉得水瓶座啊 你要怎么改变呢 我觉得最大 最大的一点就是 你得 你不能憋着 水瓶座我跟你说 有时候 其实不是真的佛系 不是真的佛系 你们都说 其实我觉得水瓶座啊 你看我天天就是说 我要佛系 我要干什么 我要一个随缘状态 其实我觉得 说的煽情一点啊 水瓶座其实是怕被拒绝 或是怕结果不好 就是会怕那个 就是 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啊 结果不好 水瓶座就是说 那我不要 那我可能就 算了 那我就随缘吧 我不在意 就是自我催眠 反正我不在意 我不在意 随便吧 其实不是真的不在意 但是自己催眠了以后 好像就真的变得不在意了 然后呢 对对对 对水瓶座其实面子很薄 我这个脸啊 就是老脸挂不住 就是如果 就是 就是真的很要面子 很要自尊 就是 其实 很希望被好好的 就是被记住 我说的每一句话 就是内心戏其实挺多的 我觉得水瓶内心戏其实挺多 但表达出来的可能就是 但是其实内心戏已经想了半天了 你怎么还不来找我 你不知道我刚刚在说什么吗 就是表达说 没有生气啊 好的 其实内心戏是 你看我怎么办 但是 我 但是还是不会表达生气 不会就是说像那种白羊 就是或者怎么样 就是 你刚刚为什么不理我 刚刚独秒独慢了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 就当别人是傻子啊 水瓶座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水瓶座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水瓶座会 水瓶座会 一个就是 其实水瓶座会冷暴力 不是说冷暴力啊 就是我觉得以我来说水瓶座会 冷暴力就是想自己待着 就是 就好